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1月17日下午 昨天答应了大家 我今天会评论一下 郑若华在新法律年度里面的发言 特别是提及到 暴徒统治的Terms 今天我会分三方面去讲 第一就是 当然是讲郑若华讲过了什么 第二 就是讲社会大规模暴力的成因 第三就是从宪法的缘起来说 法治为何物 先讲讲郑若华的发言 第一 他首先引用已故的兵衡分着 Law Bingham 在其启发人心的著作《法治》 Rule of Law一书中 把法治的核心概念总结为 国家内所有人和权力机关 不论公刑或私刑 都应当受法律约束 并有权享有法律带来的比赛 法律必须公开制定 只在将来生效 并在法院公开施行 只在将来生效这一点我稍后再讲 问题正是 讲得很好 就是国家内所有人和权力机构 不论公刑或私刑 都应该受到法律约束 但是过去一段很长的日子 我们看到的香港法治的情况是如何呢? 法律不是人人平等的 权贵的人即使有机会犯了法 是不会受到检控的 比如好像 689UGL事件 全香港市民都觉得很有问题 但是唯独是 这个廉政公署决定不检控 接着就是777 在这个西九故宫博物馆事件当中 公然违反这个廉政公署的指引 将这个工程私下判给一个香港建筑师 再来看看我们的律政司司长郑若华又如何呢? 他负责我们香港的法律事务 啊 签建 其身不正 知法办法 不过这个也不是最严重的问题 最严重的就是他涉嫌当他申请案件的时候 隐藏了签建的事件 以至到有机会所犯的法律 跟孟晚舟是一样的 但是这个人就做了我们的律政司司长 但是上述所有三个人士 都没有被调查 不要再说检控 这件事在公众的心目中 就产生了一个印象就是 似乎香港现在所谓的法治就是 并不是人人平等的 好了 我们再看看这个郑若华说过什么 他引用迪普洛克大法官 罗碉洛说 接纳法治作为宪法原则 要求公民在采取任何行动前 都应该能事先知识除之而来的法律后果 这个很合理 你要人守法 首先你要让人知道 我如果做一件事会有什么法律后果 但是香港过去一段日子不是这样的 我们是不能预计的 我们昨天是合法的事情 明天就会犯法了 最出名的就是释法 过去一段日子 香港的民主派议员 透过宣誓的过程当中 作出一些抗争行为 这个是由长毛引入了 但是后来透过释法就说 你以后不可以再这么做了 好不要紧 你以后不可以这么做 但是他却是将释法了之后的结果 法律后结果 就引用到今届的立法会议员里面 所以他是大量被DQ 这就是违反了所谓的 法律后果是可以predictable 这个原则 再看看 这个郑若华又这么说 他说 在乱局中暴力横行 破坏行为猖獗 那就是暴徒统治 而不是法治 什么叫做暴徒统治呢? 暴徒统治如何才可以发生呢? 一定是要暴徒结合统治者才可以发生的 在历史上最出名的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 当时的比拉多 就是罗马的 你当他是法官 统治者 就是跟这些民众说 我现在有两个人 一个是耶稣 另一个是真的罪犯 你想放谁呢? 接着民众就说 钉死耶稣 钉死他 放了另一个真正的罪犯 接着比拉多洗手 不关我事 是他们要钉十字架 当然了 一个政权为什么会结合民众 去产生一个暴徒统治的效果呢? 当然是有他的统治上的需要 香港有没有发生过暴徒统治呢? 有的 就是在721那里 当时一群白衣暴徒 冲出来无差别攻击香港市民 当时的警察在哪里呢? 那是完全不见人 是积极配合这些暴徒 去所谓的惩罚示威者的 这就叫做暴徒统治 而一群人出来破坏的行为 然后接着要被统治者捉了 然后扔他入牢 这不叫做暴徒统治 这就exactly 也是所有出来示威者 或者叫做公民抗命者 他会知道自己的法律后果 就是可能要被起诉 他们没有办法统治这个社会的 如果是真的可以统治的 他是应该免受罪责 就好像现在721 很多的白衣人仍然是逍遥法外 好了 再来看看郑若驊说过什么了 他就说 为免警务人员在互联网平台被起底及滋扰 高等法院在班令 继续执行相应的临时禁制令时支出 重复和不断升级的违法行为 在情理上是没有可能促进和维持法治 而干犯这类罪行的人 称之为罪犯也不为过 犯罪活动不会纯粹因为 犯事者自以为基于某个特定或可能更崇高的原因行事 变成不是犯罪活动 大家听这段话的时候 如果你把它引用下去 现在警察的行为 也是通的 它不断升级 而且是违法 就算你觉得自己有执警法 也不会变成不是犯罪活动 好了 不过这一点也不是我想说的 重点是什么呢? 政府过去申请起底的禁制令 只是保护警察 不保护市民 第二 之前的这个叫做禁蒙面法 现在就被法庭判为违宪 禁蒙面法同样地 只是禁止市民 而没有禁止警方 警方每个人都蒙面 又不带庇章 这就是问题所在 就是说 这个政权 用的所谓无论是禁制令 或者是立法诸如此类的东西 全部都是不考虑市民的福祉 而是考虑执法的方便 这就是违反法治精神的其中一点 好了 再看了 郑若华引用薩克斯法官罗莎克斯 他就说 在这个叫R.V.Chart and Aris 一案中 也认为有说 法指社会上 部分坚信某套价值观点的人结成一伙 干扰另一部分 对于该套观点感觉不如他们 那般强烈或持不同观点的人的合法活动 是理所当然的事 任何此等说法 均不能容忍 必须毫不犹豫地予以搏斥 我同意的 这个说法同意的 但是香港过去发生了什么问题呢? 就是所谓的蓝丝 是会获得警察的保护的 过去出现多次蓝丝 或者是黑社会 是暴打示威者的时候 警察在现场做什么呢? 就把他们隔开 然后放走那些打人的人 这就是过去香港经常 或者现在继续发生的事情 就是只要对付示威者对付抗争者的时候 就算犯法 也不会有任何法律效果 刚才已经说了 721白衣暴徒到今时今日 仍然你可以看到他们逍遥法外 郑玉华又说 律政司按照基本法第63条的规定 严肃履行主管刑事检控工作的限制角色 不受任何干涉 所有检控决定都事在考虑所得证据 适用法律及检控守则所在的原则后所作出的 这当然是废话了 你看到现在根本不是这么执行 现在问题在哪里呢? 问题就是上去律政司之前 就有一个叫做濫捕的现象 到最后检不检控 就由律政司决定 根据就说 问题是法治不是这样 还有一个执法的过程 香港的警察现在完全是濫捕 即使蓝丝也可能受害过的 你在下去的商场本来买东西 又被人捉 然后接着 自己带着这么蒙面法的时候 过程当中 又无端端又要被警察截停你 要脱口罩这些东西 这些就叫做滋扰了 就是由警方执法者作出的滋扰 这就不是律政司可以保护到我们的 而这种情况 是现在日日无日无之 除此之外还有问题是什么呢? 其实刚才上面一点都讲过 问题现在是检控的进士示威者 而没有太多的蓝丝 也没有任何一个警察 当然今时今日 这个邓炳强和777 都仍然是死口不认 香港的警察是有违法执法的问题 但是这个所有的 就算你是蓝丝也好 你应该打开你的眼睛 你是无法可以否认这件事情的 一个拿着电单车 死冲烂冲 差点车到人 如何? 开枪那里 明明那个人没有任何攻击武器 警察就乱开枪吹人了 这些都是完全 如果在以前来说 不单要停职 甚至是要遭受检控 当然还有拿着警棍乱拨 之前也是已经 或者是暗角打祸这些 之前全部都是违法的行为 到今时今日 没有一个警察受到检控 结论是什么呢? 结论香港的法治之所以出现的问题 并不是所谓的暴徒统治 而是执法不公 接着下一个问题 我们当然要问 为什么会社会上出现这么多的暴力事件呢? 当然这个暴力事件不单止是来自抗争者 还有是来自执法者 好了 社会暴力的成因 是在于政府没有饰衍他的角色 下一个问题就是 政府的角色是什么? 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个叫做资源分配 第二个叫做制定及执行法律 这两个是最主要的功能 好了 讲资源分配 香港过去发生什么事呢? 哦 你是民建联的 于是就透过区议会 撥出大量资源给你 然后又有一些大白杖工程 将钱输送给中国制造建筑商 然后大白工程不时超支 又搞到一锅足 钱就是这样赌水赌出去 接着现在又有一个明日大预计划 过万亿的 甚至可能一定超支 是不是? 于是者 资源分配的问题 是导致了很大的民怨 接着刚才所说的制定及执行法律又如何呢? 香港政府搞成什么呢? 整个立法会就已经被整个奴才派控制住了 所以什么的法律 恶法都会通过 再讲了 今次的逆权运动是怎么发生的? 是来自一条法律 叫做送中恶法 我也忘了它的法律叫什么名字 总之是涉及到引渡 这条恶法 是绝对有机会在立法会里面通过的 不过就因为这个运动 令到这件事情到最后没有发生 还有 刚才之前所说的 法律面前不是人人平等 很多官员犯法 没事 刚才所说的 无论是689、777 这个郑若华 全部没事 这才是社会暴力 就是大规模暴力发生的根本原因 就是资源分配不平均 以及执法不共 好了 讲完社会大规模暴力发展的成因之后 我们又看看 究竟西方社会如何建立它的法治呢? 这里我想跟大家讲的故事 就是有关大宪章的 因为 其实讲到宪法 最早是来自英国的 好了 话说1199年的时候 约翰做了英格兰的国王 约翰经常跟法国作战的 作战就要钱了 但是作战之余 他就经常打败仗 就丢失了很多英格兰贵族的土地 即使如此 这个约翰王 还是要不停要求这些贵族们提供更多的兵力 和财务支持 讲到这里 我想加一句就是说 当时这个时期的英国 是由国王和贵族统治的 不是由平民百姓完全没有进入这个系统里面的 但是约翰王这样做就激发了这些贵族们的反抗 于是在1215年的时候 这些英格兰的贵族就联合起来 打败了国王 然后就迫使国王签署了一份政治文件 后来就被称之为大宪章 简单来说这个大宪章是什么呢? 就是国王对英国社会的一个政治承诺 就是国王不能够做什么的一份清单 所以这个大宪章可以说是西方的宪法精神的来源 当然了 成立了大宪章之后不是一直是永远的 当然了 国王又会推翻了 如是者过了很长很长的日子 才逐步发展 由国王统治 后来就贵族共治 然后去到平民社会的时候 平民加入用宪法来保护自己的财产权 诸如此类这些东西 所以宪法最主要管是管什么呢? 是管在位者的 香港的宪法就是基本法 但是我们已经见证了过去一段的日子 这个统治者如何是将基本法放在一边 胡作非为 透过释法 然后林郑月娥也做了很多 比如禁蒙面法也是违宪 做了很多这些违宪的事情 不过我想说的重点是什么呢? 整个西方的民主社会 所谓的法治精神在哪里呢? 法治精神是要透过法律 其中一个很大的部分 不只是给平民百姓守的 是要给掌权者守的 就是给国王守 给贵族守的 接着发展到现在的时候 当然是给政府守的 所以什么叫法治呢? 如果掌权者不守法的时候 就是完全违反法治了 就是香港目前目前陷入的最大的问题 所以 郑月娥所说的暴民统治 其实哪些是暴民呢? 我们看到今时今日的暴民 就是政府结合警察 就是在统治我们香港的社会 而香港人为了是什么呢? 是要坚持统治者要回到基本法 基本法里面包括了 赋予了我们的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 香港内部的事务应该由香港政府自己去管治 不要再被西环插手 诸如此类 所以香港的法治并不是被香港市民打破 而是被统治者打破 所以 归根索元的时候 要回复他的正轨 就是现在统治者所说 希望香港回复正轨 回复正轨就要回到宪法 就是基本法 用基本法来去管治香港的社会 而基本法是赋予了香港市民的商普选权 但是香港政府现在就透过什么呢? 就透过这些政治信仰的审查 又DQ了很多候选人 接下来立法会他怎么做呢? 这些全部都是一些违宪行为 因为为什么呢? 参选权 选举权 是宪法赋予给我们的权利 讲到这里 其实我想讲的 到最后归结一点 香港的法治之所以被破坏 是基于几个问题 第一 法律面前不是人人平等 第二 执法不公 第三 是违反基本法去管治香港的社会 所以如果要香港回复平静的时候 就一定要管治者 要饰衍他的角色 就是要公平执法 以及 要在立法会上 真的要反映香港市民的意见 就是说一定要有普选 第三 资源分配一定要公平 好了 今天讲到这里 希望大家 如果是没订阅的 就订阅我的频道 以及like我的短片 当然了 希望大家也分享这次的短片 因为实在是非常重要的 多谢大家收看 拜拜